到了秋天以后 月计划修剪下来的枝条千万不要扔 特别是秋季和春季 这样嵌插 插一颗活一颗 选一个当年生半木质化的枝条 每个插座保留两到三个芽点 顶部剪瓶口 下部使用锋利的刀片削一个斜口 最好不要使用剪刀 否则很容易造成解压伤 使用的刀具即使消毒 枝条的上端保留一堆小的叶片 进行光耗作用 然后再准备一瓶这种快速生干液 我平时嵌插三角梅 茉莉 锈球都是使用它 在100毫升的水里 挤上十几滴 再把枝条放进来浸泡15分钟 再找一个塑料杯 里面装满制石或者蘸出盐都可以 塑料杯的底部 剪几个透气孔放在托盘内 再把枝条插进来 扇度为2到3厘米 使用刚才的生干液给它浇透 后期托盘内保持油水 放在透风号明亮处不要曝晒 这是我上个月嵌插的 现在又可以移栽了 竹井红的肿球 也可以使用它的发干 这款生干液现在正在搞活动 买一瓶再送一瓶